很開心 多謝投票的每一位朋友 沒有 真的沒有想 可以怎樣 現在想嗎 沒有 我接下來開場 我不想像前功盡輩一樣 因為這次真的很努力 想為演唱會的時候 不想讓我的身體 或者任何 任何的東西可以阻擾我發揮 所以這次真的 很努力去鍛煉身體 去減磅 希望表演可以做得最好 所以不用慶祝了 可以了 我已經戒口戒口了 蛤 你是不是戒口戒口了 都一段時間了 但我覺得最重要是 我這次又做 又做P 即是個人訓練 又打泰拳 又學跳舞 所以我想 加在一起 是啊 健康的 大家放心 最後嘉賓的名單 想到什麼 蛤 不得了 大家不能說 會不會想邀請 我想邀請的人實力太多了 很多人都很心心眼 其實 真的是 我是比較花心的 我認的 還有我真的覺得 我們香港的樂壇 在過去這兩三年裏面 真的特別刺激 特別 正 很美 所以 真的 真的看著很多不同的目標 都很想邀請他們 做我演唱會嘉賓 因為每一個單位都可以刷出不同的火花 今天和Anson Lo很棒 真的 有一點點的同台表演 是啊 有一點預演我們接下來的年尾 算不算是年尾 暑假後的我們兩個一起的表演 其實有點遺憾 因為本身是4月頭開的 我和Anson Lo的表演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現在就退後了 但是不要緊 我們保持著這團火 到時 炸爆個舞台 哈哈哈哈 好像真正合作那樣 你覺得 感覺是怎樣呢 是不是很high 或者有什麼特別的 真正一起跳舞 我們是不是第一次 MV是合作的 MV MV有合作過 Megahit的MV 舞台不一樣 對 舞台不一樣 哇 他的力氣很厲害 真的 而且他會令我很緊張 我不可以跳錯 或者走錯位 因為他的力氣很厲害 我很害怕如果我走錯位的時候 他不小心打到我 我就會暈倒了 哈哈哈哈 但我覺得很開心 看到他今年的成績 我想大家都看到他很努力 也很忙 有時我作為一個死粉絲 我都覺得很肉赤 很辛苦 但是他剛才在台上說的東西 令到我很開心 也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我自己都覺得機會不是必然的 有時當然會有點累 但是我覺得有機會可以做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沒有資格 甚至累 所以繼續努力 Joyce 拿了三個舞台的女歌手獎 接下來下一步 會不會想著挑戰金曲獎 拿大鼓高 哇 好啊 我很傷心的 因為我知道原來今天是十大 的第一次才有機會上台唱歌 然後 我前天彩排的時候得知 然後我就不理 我坐回來的時候 讓我唱多兩次 哈哈 就自己唱了 所以都希望可以有這個機會 希望大家除了喜歡鄭恩怡之外 也可以喜歡鄭恩怡的音樂 謝謝